各位,大家好,又是我啊Anton Alem啊,今日,我会继续介绍任劍辉在1958年之后,主演过的著名粤语戏曲电影。 火网凡宫十四年,1958年,梁竹恨史,1958年,玉堂春,1958年,彩凤喜迎春,1958年,香烧十二美人流,1958年, 鹿月雪,1959年,紫差记,1959年,帝女花,1959年,九天玄女,1959年,一枝红艳露迎香,1959年,春灯雨善恨,1959年,白套会,1959年,代代纽文柴,1960年, 飞梦奇缘,1960年,李仙传,1960年,金凤斩交龙,1961年, 昂姑爷,1961年,红灵血,1964年,十二栏杆十二差,1964年, 大红袍,1965年,以上,就是任劍辉曾经主演过,为人所乐道的戏曲电影。 以下,我将会详细介绍任劍辉由1937年开始,所拍摄过的电影, 包括时装片,和戏曲片,《点点点》,《神秘之夜》,1937年, 《晴困武官安》,1951年,《花木兰》,1951年,《福智心灵》,1951年, 《多情孟丽君》,1951年,《将军遂情杀假保育》,1951年, 《梁山伯与竹英台》,1951年,《真假武官》,1952年, 《红灵歌唱大集会》,1952年,《古灵精怪》,1952年, 《观音兵》,1952年,《女少爷》,1952年,《火烧阿房工》,1952年, 《神妻暮嫂》,1952年,《一对烟枝马》,1952年, 《点错鸳鸯谱》,1952年,《女报戏雕蝉》,1952年, 《歌唱十二差》,1952年,《戏迷情人》,1952年, 《遗情颠倒》,1952年,《酒楼汽凤》,1952年, 《艳曲醉狼心》,1952年,《粉碎黄金梦》,1952年, 《万花感受》,1952年,《我遗情》,1953年, 《风流天子》,1953年,《芬芳艳史》,1953年, 《寵雨梨花》,1953年,《星平》,1953年, 《卖花赞花香》,1953年,《新女宜香》,1953年, 《胡桃枝粉客》,1953年,《凌王艳史》,1953年, 《五间雕妻》,1953年,《司马琴挑寡虎心》,1953年, 《相逢尽是未婚人》,1953年, 《慈善雄铃歌唱大集会》,1953年, 《錦艳同辉香雪海》,1954年, 《金玉满华堂》,1954年, 《打破玉龙妃彩奉》,1954年, 《作为人母》,1954年, 《桃红柳陆燕熙春》,1954年, 《夜祭金娇》,1954年, 《马者泪》,1954年, 《富士山之戀》,1954年, 《遥雄竹花佛前灯》,1954年, 《相逢迎龙》,1954年, 《智梢女》,1954年, 《此子何来问巨妻》,1954年, 《龙虎生歌戏凤凰》,1955年, 《红忽女思斌》,1955年, 《银河普月》,1955年, 《任劍辉舞台奋斗史》,1955年, 《玉女香居》,1955年, 《女黑合》,1955年, 《一枝红艳露迎香》,1955年, 《日月重光》,1955年, 《吾造梅忍三代好》,1955年, 《春花日日红》,1955年, 《佛前梅梅花》,1955年, 《花灰》,1955年, 《女大女世界》,1955年, 《好事承伤》,1955年, 《有女万事足》,1955年, 《七世恩缘》,1955年, 《孟丽君与风流天子》,1955年, 《陈姑追周》,1955年, 《红云喜当头》,1955年, 《花刀以梦》,1955年, 《好》,任劍辉主演过的电影, 实在太多了,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, 在下一集, 我将会讲述任劍辉 在1956年之后所主演过的电影, 希望大家不要错过, 继续收睇,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这条片, 就请大家给个like我啦, 同时, 请大家记得订阅我们这个 NURLM频道, 同时记得按下个铃铃, 那我们每次出片, YouTube都会自动即时通知你们, 好,拜拜, 我们下一条片见, 明or鐘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